她躺在床上睡觉 结果有人进来 就把她的钱抽走了 我那里星期六日 楼上不知道是小孩还是怎样 很像摔跤 一直兜兜兜兜兜 你确认上面有人吗? 没有 小鲜声我赞 你们说好赞 我是小鲜 我是Nono 没订阅到刀写的朋友们 赶快订阅开小铃铛哦 给你们三秒钟 3 2 1 Nono 你租过房子吗? 当然了 我就也是二灵居 我那时候呢 要运动 我懒得下去操场跑步 我坐五楼吧 就在那边一直跳绳 我发现楼下有人喊说 我还要跳啊 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东西啊 但是我后来发现 他在讲我 我就默默赶快把门啊 还有窗户都锁起啊 因为我怕他会起来骂我 就要营造出我不在家的感觉 那个二灵居就是你哦 哈哈哈哈 你就是我 全都要运动又懒得下来 你好 那小姐你有没有什么住屋 我有 我有一个可怕的经验 因为我以前是住林森北路 是白天吧 中午那个时候 有人在家里 外面有人一直敲门 一直要硬开门 就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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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3萬以上 包含電費 我們是一次收起 因為在三重贖的價錢算高吧 啊真的嗎 是從化圈那邊的 還蠻高耶 還蠻高的 5-6千嗎 5千 好便宜喔 欸 很難得在台北找到5-6千的價錢耶 我住 也住三千 三千塊 他的房子該不會只有 住他一個人很窄吧 就是床 然後桌子就很窄 那會不會很擠啊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 香港過來 看他的房子更小對不對 我們都香港人 我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地比較大 所以 比較大間 對 相對來講比較大間 嗯嗯嗯嗯 那你一個月房住在多少錢 一塊兩千 好貴喔 你先住在哪裡 好 廣告 細的 我二連擊 我的綽號是 大一 IG帳號 你們有沒有遇過 是有比較不好的事情 我那裡星期六 嗯 樓上不知道是小孩還是怎樣 很像摔跤 就一直咚咚咚咚咚咚 你確定下面有人嗎 就是什麼 你有租屋的經驗嗎 算有 我找的話我沒有租 為什麼 我原本應該好跟人家合租 然後我被放鳥了 你是說本來要一起租一間房子嗎 對 選的那一間房間是大概怎麼樣 八坪 好不好 欸那如果是雪兒的話 兩個人在五千五千吧 對 在三合國的 三重附近 哦 三重比較便宜 對 那你為什麼當時沒有想到自己一個人住 也應該也蠻多都自己一個人住吧 我後來打電話我和我爸媽 他們覺得女孩子一個人在外面住過來 我覺得這個也算考量 還是你有朋友有一些不好的經驗 或者是遇到二房公 或者是不好的室友 好像有聽說有住過 死過人 什麼意思 就是聽說他好像就一宿惡夢 住進去之後就一直被壓 所以他從住在裡面就每天一直被鬼壓床 對 他一開始以為是他那陣子的壓力太大 然後後來就覺得好像不對 然後他朋友就說你去就看起來不太好 他就去問廟公 廟公就說不然你帶我去看一下 廟公一進去就覺得 欸很不對勁 就說你的房子有問題 真的哦 叫他趕快換房子 那間房子死過了 真的哦 對 所以他當下就馬上把你那個房子 對 看房子 跟看的時候有點不一樣 就是房東把說我租給你可能就很新 可是為什麼租給你之後 裡面什麼都被你罵人家 他躺在床上睡覺 結果就有人進來 把他的錢抽走 那那個人是誰 跳外人 對 對啊 在旁邊睡覺很多人沒頭 哦 那就會有抓到人去 有啊有啊 沒有人在懷疑 因為那時候是上學時間 所以很多人進出宿舍 也沒有特別住 欸這個小朋友人還蠻好 就只有抽他一張而已 就是其他有跟他留著 哦抽他一張 對 可能覺得不要被發現吧 最後還是被發現了 對 他們之前有就是說鬼故事 如果晚上睡覺的時候 上下鋪 如果下面有椅子的話 你晚上睡覺如果沒有把椅子靠起來 就是晚上會有人站在椅子上看 這樣 你就說睡覺的旁邊有一個人在碰過太多 對 那他們有實際上碰過嗎 好像是沒有 因為這好像是一個傳說之類的 傳說 所以現在每個宿舍每個人都會把椅子靠在一起 你又不會對你那個房內高歌 我會聽歌啦 玩的時候會喜歡小聲 還不錯耶 像我試了他就狂泛跟很喘 沒有啦 保證一下 就是他跟他朋友 生活習慣不合 他就在他霧乳裡面夾 牛 然後我朋友就超氣 霧乳耶 他已經泳了 然後就聞到很醜 他說有沒有人泳 然後他們就沒有承認 真的喔 好噁喔 他好厲害喔 他怎麼裝進去的啊 他怎麼裝進去的啊 還假的 我好裝 那他怎麼考慮要搬出去 他是宿舍 這個就很難抽 也不能換宿舍 中寶 中寶 現在管了什麼 因為有錢 我會這樣 你一支 IG是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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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們都會帶男朋友回去 然後就會 把這個男朋友關心 沒有人都關心 沒有 可是你朋友有沒有叫他反應說說 這樣的健康性的 會讓我分享 好朋友啊 那他就默默被請出去啊 可能有先被告知 就會知道 他的心機是怎樣 去外面吃飯吃久一點 還有同學他有在外面合租 他們是一整棟然後合租 然後他隔壁的間都一直抽眼 整個樓間都那個味道 我有遇到我朋友住宿舍 然後他室友會去他房間用他東西 他東西可能放在那邊 他就會去拿 很自然的拿 不會說借我一下刀啊 對 睡覺睡得很晚 各天要上課 然後就很早睡 可是室友可能比較晚回來 還要玩遊戲啊 或是聽音樂 他就不帶耳機 就會吵到人家 不帶耳機好美麗吧 對 這個肩膀聲音已經夠吵了 還有那個 對 那你 有聽過譬如說一個房間裡面住三個人 兩個可能晚上有局嘛 那第三個人可能明天要考試 他就會去要求第三個人 跟他們一起玩 那第三個人也不好意思拒絕他們 所以會一起玩這樣子 那會變很累 那可能明天就考試沒辦法考好之類的 就不會 尊重一個人 嗯 不會尊重別人 就是說 我幫我玩你也玩了這樣子 嗯 那還有什麼故事嗎 就是 鄰居啊 隔壁房的 可能親女在打架 然後可能太吵了 又不是台灣人 所以很難溝通說 不要再吵了什麼的 那這會有分開成功嗎 有啊 男的就先回他自己的家了 然後女的也回他房間這樣子 那他們是哪一個的啊 不知道黑人吧 那有摔東西 就他們房子裡面 有聽到摔東西的聲音 摔可怕 你如果挑房子的時候啊 你會去看看風水 或者是其他的嗎 我會看有沒有窗戶 因為我這一株那一家是美窗戶 外方 這超市的 交通跟價格吧 我也會看裡面的裝潢或位置 是有看運氣的 我是看以前的朋友 看有沒有朋友要合租的啊 就是認識的比較好 而且有時候認識的比較不好耶 認識的熟了就 關係會變 有那個喔 沒有他們就熟了 然後就以為自己做什麼都還好 人家不會生氣 但是有時候蠻困擾的這樣 那有困擾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處理的 就還是要跟他講啊 第一個時間 就是剛才玩電腦遊戲 就是大概在一點或兩點 就大概極限了 就只有不要玩 就可以比較安靜一點 一起住要打掃嘛 會分這個禮拜是誰 下禮拜是誰 就是垃圾啊什麼的一起搜 一起去丟 廁所啊 廚房 要同一個人搜 就一個禮拜一個人這樣子 就安排姿勢的感覺 賣一個紅乾雞 就稍微想一下不要常用 不是說不要常用紅乾雞 就是說不要食物食都用紅乾雞 就是夏天都用紅乾雞 所以店被你們平分 大家都平分 哦 對 對 好 今天訪問完了 就特別的我覺得啦 被放尿的那個頭全摸 好噁心耶 噁心耶 所以我覺得選室有這個很重要 選室有不合的話會很煩 真的很麻煩 對啊 在家就是會看到他 可是回家就是想要休息 這樣就沒辦法好好吃 然後你又一直想要隔壁住一個討厭的人 然後就很煩 所以選室有很重要 今天訪問的沒有遇到太惡的房東啊 我有看過一個是在FB看到 有一個房東先收錢 突然不見了 被他騙的人還蠻多的 你知道不見之後他的房子呢 沒什麼鑰匙啊 什麼都沒有 哦 詐騙啊 對啊 就是騙啊 所以大家選房東的時候也要注意耶 要小心啊 對 要小心 那你們好像沒有什麼樣住宿基 要跟我們分享 還是你也跟我們一樣遇到這些惡室友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講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喔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 然後搭學 開小鈴鐺喔 等一下有下長節目想先看 不要忘記去收看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換下看了那我編出任務 看學生的思念故事合集 不是不會復原 他受傷就不會復原了 就 找下一個就會復原 大概多久會找到下一個 怎麼可能 我還要找到 找不到 看看一些糟糕youtuber拍的影片 然後讓我覺得自己有優越感 看糟糕youtuber是例如誰啊 不要 不要 誰是糟糕youtuber啊 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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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